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梦莜 梦山 然後我是協剝典 然後我們兩個是報告 還有宛如跟慧純 然後我們在主選的題目是 海之02級對暈眩程度 對止準的那個準度的影響 然後我們設計的目的是 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到說很多電視 那種娛樂節目都會說 比如說我們在人 在原地旋轉之後去搖水 或是丟乒乓球之類的 所以我們選擇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暈眩的程度之下 我們對一定的距離去進行投球 那它的殖準度會不會因為我們投暈 而那準度就會失去了 所以我們選擇的population是 中山海茲102級 班上所有的同學 然後採樣的方式我們選擇用 亂數產生器選擇數21個數值 那就是代表我們班上的座號 那鞭號在下面 然後材料就是乒乓球 還有一個小的垃圾桶加皮尺 然後測試的方式就是第一個 我們受試者在距離桶子2公尺的地方 先投10顆球 然後我們再這樣記錄進球數 然後我們計分的方式是說 如果直接投進去桶子裡面的話 就得到2分 那如果說打到牆壁 再彈進去桶子裡面的話 就是得到1分 然後第三個是受試者 在遠地旋轉15圈之後 我們再重複 第1個步驟 然後我們記錄結果 然後再計算數據 這邊是數據分析 然後我們把統計好的數據 分別是進球的分數跟 旋轉前進球的分數跟旋轉後進球的分數 然後我們把兩個相差算出來 然後算出平均 然後等於0.86 之後然後再算 standard deviation等於4.45 然後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知道 暈眩程度對止準度的影響 所以我們把旋轉前的進球數跟旋轉後的進球數 去做 parity的test 然後第一步是設我們的H0 然後我們的H0定 定μD點於0 然後第二步是要定HA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說 如果平衡感對止準度是有影響的話 那麼照常理來說 在經過旋轉之後 那止準度應該是會比沒有旋轉的時候還要低 所以我們的μD定為小於0 然後第三步是假設 我們從102級班上同學選出來的受試者是random sample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設定每個人的止準能力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我們的alpha定為0.05 然後第五步是要找出critical region 然後因為我們的HA是μD小0 所以我們的critical region應該會是在T分部中的左端 然後我們的樣本數是21 所以我們的degree of freedom是20 然後我們就去查T表 然後我們就要找degral of freedom等20的alpha等於0.05的幾率 算出來的critical region是借在T小於1.75 然後第六步是去算T 然後把我們之前數據所算出來的平均還有stand elevation 還有樣本數帶進去算出來的T是0.86 然後我們發現0.86是落在degral of freedom等20的T分部的接受範圍 所以我們是接受H0然後拒絕HA 有可能會犯type2error 然後我們的結論就是因為我們接受了H0 所以代表我們覺得音限程度並不會影響止準的能力 然後有可能會犯type2error 然後這是我們做完實驗之後後來的討論 因為我們是做parity test 所以每個人的止準能力之間的差異是不會對實驗造成影響 但是如果就常理來說的話 如果就是有暈眩的狀況下 止準能力是應該是會降低的 可是我們測試出來的結果卻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因此討論出以下幾個狀況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的旋轉數只有15圈 然後可能旋轉之後投球的暈眩感會隨著時間消失 然後可能在剛前五球還有暈眩感 但是後五球已經就是恢復到正常狀況下 然後沒有辦法在完全暈眩的程度下投球 然後第二點是在投完 就是還沒有轉圈的時候有先投10顆球 可能在這個時候受試者已經找到了手感 所以在轉圈之後就是依照手感去投球 而不是暈眩程度去影響 然後第三點是因為我們是用投進筒子來算 只有進跟不進的差別 所以出來的數據結果並沒有很大 然後我們想說如果以後還要做的話 那可以改成用設備標的方式 這樣它的分數差會有1到20的差異 這樣子出出來的結果會比較明顯 然後這是我們參考資料 然後我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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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而且你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我有在旁邊看 你們就沒有跟大家說 直接途徑來這裡的分數會比較高 那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丟到小壁再反彈 會比較容易 然後就會這麼做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 結果 因為我們的那個 筒子是靠著牆 然後所以就是當初原本是想說 就直接算頭進 可是後來發現靠著牆的話 大頭的話幾乎很 有一些都是會打到牆壁再進 所以我們後來想說那就 乾脆就是打到牆壁進的話就算一分 然後直接進的話算兩分 然後因為那個 牆的寬度跟我們的垃圾桶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這樣算好了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沒有滿意 因為就是打到牆壁算一分 然後直接投進算兩分 這樣的差異是因為我們是要測止準 所以止準的話應該是要一球投進 那樣才叫做準吧 那樣才叫做準吧 如果說一開始你們不要面對牆壁 如果說一開始你們不要面對牆壁 你就用一個空地 不要面對牆壁 你就旁邊前面不會有牆壁的問題啊 好 這裡我們沒有想到 還有沒有問題針對他們這裡 操作的 好快給大家幾分 都沒有問題的話我問一個 所以你們這裡為什麼要做Pair T 為什麼符合Pair T 因為你們這裡為什麼要做Pair T 為什麼符合Pair T 為什麼符合Pair T 因為每個人的止準能力不一定一樣 所以我們是用Pair T 然後就消除這個因素 消除什麼因素 就是可能有人會 就是一開始就會 就是手感覺比較好 會投得比較準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怎麼投都投不進 那所以我們就是打算用轉圈 就是 假如是用投一個人的話 那轉圈前後的話 應該就跟他投準的能力 就是跟每個人投準之間的能力 應該就沒有差別 直接說嗎 還有什麼樣子的問題嗎 他們有一些問題啊 我們在說做這個Pair T的設計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提到這樣 他們兩個族群是誰 那現在同一個Pair是什麼 同一個人 對不對 同一個人 叫一個 出來的兩個出去 叫一個Pair 那其實是怎麼樣 他所謂原來的族群是怎麼樣 這個是 通通都沒有暈眩 正常的狀況的時候 所有人的反應 這個呢 這個呢 是這個怎麼樣 暈眩以後的 所有人的這個 這個 頭的這個儲值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有兩個族群的 那這兩個族群 也就是說 看成兩個Treatment 的話 我們要把各體的差異消除掉 所以呢 有 例如說他做了21個人 所以有21個這樣子 21對的數據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 當我們要給他 到底誰是先 誰是候選的時候 是怎麼樣 要Random的給啊 你有沒有 你後來為什麼會有出來那個問題 拿後面那邊 你後面的結論 你為什麼會出來說 你覺得說 為什麼出來的結果齁 是這個 暈眩的 跟這個 正常的 是沒有差異 你一個想法是什麼 因為你每一次都把這個正常的 放在前面先做了 已經投了10次 你都先做 你沒有用Random的 我都先投了 那每一個人都練習了10次怎麼樣 是不是你投的很準的啊 練習了10次以後就投比較準了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把這個 暈眩的都排在這個門後面 你沒有Random的這個門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你自己在暈眩的的時候呢 在投的的時候 已經都練習過10次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說不定是這樣 說不定很暈 很暈 所以你頭比較不準 但是呢 你又練習比較多次了 這個練習讓他比較熟練 所以你投的比較準 這兩個效應 假如一加起來 說不定就跟這個的差不多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的機制在那裡啊 是啊 所以很重要的是什麼 在同一個配合裡面 到底哪一個是做哪一個的的時候呢 是要怎麼樣 哪一個 treatment 哪一個是接受哪一個的時候要怎麼樣 這兩個 從一個配合裡面的兩個數字是怎麼樣 其實是Random的Gate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是怎麼樣 到底這一個人 總共21個人來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 他是要先做正常的頭 還是做暈眩的頭 是Random的 知道嗎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就不會有類似這樣子的效應在 你講到是第二個永遠 這個冰眩的永遠排在後面的話 那他都練習了那麼多次了 所以當然投的比較好 聽得懂嗎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點 就是當我們在給treatment的時候 這兩個treatment是Random的 很重要喔 很重要非常重要 否則就會像他們出來的這樣 所以呢 是什麼樣子 沒有 後面討論 你們有一個討論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 他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幫你們用這個整理的話 他已經投完前面時刻節目 正常的狀況 所以找到了手感 什麼叫找到了手感 經歷起過的 比較熟悉的 所以投的比較準 所以即使在暈眩之下 所以呢 怎麼樣 還是可以投的吧 這樣知道嗎 所以就把這個效應就扣掉了 所以就讓做出來的複差有點大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沒有注意到 在做 在做實驗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一個 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差異 就是這樣子 那假如你們還講過喔 後來 十顆球的時候 已經都不暈的 那你們怎麼改定 你剛剛有提到喔 假如對你們來講的話 投十顆球到 後來已經不暈的 還在投的話 那你要有暈的那個 效果在那裡的話 怎麼樣 實驗是要投十顆球 所以就有比較強小的 就是 那 我就住少一點 那 也可以 所以 常常喔 做正式的實驗 之前要做一些具備的實驗 所以才可以找到 你那個 兩個treatment的那個效應 才可以先見出來 還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要補充的 那個 要嗎 有沒有人要補充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它是要撿起來 不一樣 不是 你暈眩的排在前面 然後這個排在後面 但是對一個人來講 一定是用什麼 用 用 用暈眩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是隨便的 但是 出來的 出來的 你的數據 一定是用 暈眩的 點正常的 一定是用 誰點誰 是固定的 知道嗎 不是說 你先做的 就排前面 後做的 就排後面 是怎麼樣 我在做的的時候 是 是Random的 可能是暈眩的先做 可能是正常的先做 但是 出來的數值 你要算那個 Difference的時候 你就一定是維持 所有的人 都是暈眩 減正常 這樣子 得到的 這個D 或者是你要 所有的人 都是正常 減暈眩也可以 知道嗎 但是呢 一定都是 這樣子的 減法 而不是有的人 用暈眩 減正常 有的人用正常 減暈眩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先做的 就減後做的 沒有這樣子的 而是Treatment來檢查 出來的 這個D 可以嗎 很好的一個問題 也許有一些同學 會也是有這樣子的 這個 過 他們把他點出來 所以 人獲得的時候 數據的整理的時候 是這樣 可以算 還有沒有同學 有問題 這個可以嗎 好 可以的話 我們就 我們是第一組的 然後我們組員有 鄭家瑜 黃承鈺 羅傑 還有我跟敦敦 然後我跟敦敦 是今天主要的報告者 然後我們這次的主題是 單涉及多種顏色 對海之系02級的同學 記憶力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population 是那個海之系02級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PairT 主要是做於單色 我們有製作兩種色卡 就是一邊是單色 就只有純粹用藍筆寫的 還有一張有15個中文字 筆畫是從 總共中文字最多的有32畫 所以我們取一半 折中的16 折正負 正負2吧 最多 不好意思 最多36折中18 然後正負 各兩筆畫的那個 所有的筆畫的字數 然後我們從中取出 每一種 每一種筆畫 各取三種 各取三個字 然後呢 一張卡片上面 會有15個字 然後 用另外一種 顏色的是 總共有四色 然後 四種不同的顏色的筆寫出來的 然後不包含藍色 然後我們是用兩種 就是兩張 一邊各15個字 然後呢 會給 就是受試者 就是先看其中一張 然後看30秒之後呢 把紙收回來 拿給他們另外一張白紙 讓他們寫上去 就把他們所寄起來的字 就可以寫上去 然後呢 再給他們 就是 就寫完之後 收回來 我們 我們只算出他們 完全寫對的字數 就比方說如果像 比方說像這個 排這個字 如果說他只寫了這樣 或者只寫了這樣的話 這不算一個完整的數字 這個我們就會把它提掉 然後 除非說他寫了完整的這一個字 我們才會把它算進去 然後 為了避免消掉 就是為了消掉字型的影響 因為可能像 影跟想這兩個字 一個字是左右邊的 一個是上下的 所以說我們挑字的時候 都盡量找就是一對的 就比方說這個字 我們找了 影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會再找一個字數想找 比方說想數 就是這樣左右的 就是讓他盡量 就連字型都很像像 然後如果實在是想這個字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找 畫這個字 就會讓他兩個字的那個字型 是很像像 不會 不至於會有影響 然後我們這次取 就是 想念 就我們這次取那個 這個取的sample啊 是 我們不是用亂數傳承器 我們是使用 C++程式語言 就是 蹲蹲的哥哥請 就是他幫我們做出來 C++程式語言 編寫的亂數抽取程式 然後我們抽出了20個 20個我們班上的同學 然後 然後 呃 對 好 這就是我們那個 剛剛就是我們售測的方法 跟一些 就是 我們在 做兩邊不一樣的配合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 方式 下一頁 然後這是我們的原始數據 我們總共抽出來20個 然後呢 就是為了避免有些同學可能會覺得 自己寫出來的太少 然後之後 所以我們就 用 這種 另外的編號之後 就 就 至少不要讓同學覺得 就是有點尷尬這樣 然後 這是我們的那個 原始數據 好 等一下 來換頓頓 好 我要講的是 數據分析的部分 然後就是 我把它改成 直式的表格之後 然後 我是以 單色 測試完 就是它寫對的字數 然後去減掉多色 測試完寫對的字數 然後 就是 這邊就是所有 用 單色減掉多色的字數後 出來的數字 然後 我們算 它的那個 低的加總總共有32個 所以它低的平均是1.6 然後我們算出來的 Standard Variance 是8.78 然後 我們現在要分析的是 單色和多色對於記憶的影響 是不是有差異 然後我們沒有假設兩邊的 是因為覺得說 有可能有些人對單色是 比較敏感 或者是對多種顏色會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是直接假設不等於 所以我們沒有假設方向性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就是說 assumption 是完全答對的字數 是 normal distribution的狀態 然後我們的subject 是 用 C++的那個 亂數 亂數程式去產生的random sample 然後我們假設alpha line 0.05 然後critical region 就是假設 兩側的critical region 然後我們t值算出來是2.41 然後 2.41 然後 就是大於 在這邊的 落在這邊的critical region 所以是 就是 它是 在 不接種 不接種去 拒絕去 然後就是 這邊有寫t值落在df等於 19的t distribution的critical region 所以我們拒絕h0 然後我們就可以說 單種顏色 和多種顏色 對於記憶影響是 有差異 然後 我們知道說 大概會有小於0.05的機會去放typeline error 然後 這是結果 我們 有去看了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是用單色去剪多色 可是 剪出來的低值 很 大部分都是 都是正的 所以 很多人 對於單色 它記得的字數 會大於多色 然後我們有 推測下面有一些原因 可能就是說 你在寫多測的時候 可能就是因為顏色比較多 我們五個顏色 所以覺得說可能會去干擾到你的記憶 或就覺得 顏色太多 你會覺得很亂之類的 然後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是視覺佔流造成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看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看一張紙 紙上面可能畫了一些圖案 然後呢 那個 我們整體的視覺佔流 眼睛的視覺佔流 大概是十六分之一秒 所以如果你只要在大 欸 就是你那個 像我們常看的卡通啊 或是動畫 它的那個會造成我們覺得 紙上的人在動的原因 是因為它就是 每秒鐘多於十六張的那個畫 就是那個紙張 然後去跑那個畫面 然後 那個視覺佔流就會 會讓我們造成說 感覺說這個人它在動 然後之後 我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那個 有些顏色 比如說你視覺佔流 就是你可能這個字看完了 你覺得你要去看下一個字的時候 你轉過去的那個時間很快 你可能會小於十六分之一秒 所以說你之前看的那個 字的顏色 可能會重疊在你現在新看的這個字的上面 所以會造成一些影響 然後或者是 某些人可能會對 因為有些顏色的字會有些偏好 比方說有些人會比較喜歡紫色 然後呢 他就會再看那個 有多種顏色的那一張紙的時候 他會先挑那個紫色的字先看 然後先看那個自己喜歡的那個顏色 他會比較受那個顏色的吸引 所以說他會比較喜歡先看那些紙 然後就會造成說 他對其他 比方說像紅色啊 或是橘色 其他的字體 他會覺得就是 欸我待會再看好了 因為只有三十秒 所以他可能會來不及看完 所以他記不起 然後跟剛剛那個 欸講太快了 就是跟剛剛那個 剛剛第二組一樣 我們那個 也是忘了做那個 就是每個配合的Random Sample 因為我們都是先測單色 然後再測多色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下次也要檢討的那個 就是我們要檢討的那個地方 然後這是我們的實驗分工表 我們這個實驗送信是我們 整組人一起討論出來的 然後數據收集呢 主要是嘉宇、陳韻跟羅傑 他們去幫我們做那個數據分 數據收集 然後分析的話是我跟蹲蹲 然後就是我們自 我們也是負責製作跟報告的人 然後書面報告呢 就給嘉宇、陳韻跟羅傑 然後下次的報告的話 就會相反過來這樣 好 我們報告就到這邊 請問有問題嗎 就是你們在測試的時候啊 你們在字是用手寫的 那會不會是因為 手寫會影響到那個人去判讀那個字 因為有時候像 他沒有手寫沒有辦法像電腦一樣 打的就是字那麼的工整 那你自己手寫的話 是有些人寫字有些特別的習慣吧 會不會影響到那些人的判讀 呃 這個因為我們這兩張紙 總共每一張15個 所以總共30個字 都是請蹲蹲寫的 就是所有的字通通都是他寫的 所以這也會消掉那個 就是兩個 兩個之間就是你剛剛說那 字型啊字體之類的那個 差別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音是可以消除的 謝謝 請問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啊剛剛那個意思應該是說 如果你們用電腦答出來的話 比較統一和標準 然後可以避免有字體上的問題 而不是他們兩之間的差異 是直接要去避免掉這個問題 但在做測試的話更準確 謝謝 然後我覺得你們就是整組的內容 就是其實蠻豐富的 然後可是PTT的 就是有時候你們在講話 會講比較快 然後我們會聽不太清楚 或者是就是太快就過去了 然後如果說能在PTT上面 把你們比較重要的那些 你們講的東西也打出來的話 會更好 就是你們在講數據的時候 你們不是要解釋嗎 你們可以在下面做助名之類的 然後你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下次可以加油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請問還有問題嗎 請問還有問題嗎 請問 邰軍去圈選 就是隨機圈選 嗯 至於那個圈選的內容 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會比較偏向於就是讓同學就是覺得這兩個字的那個 不會說就是可能說一個不會說比方說像一個那個壟斷的龍之後跟一個那個防堵的毒放在一起 這樣會讓人家覺得字型上有差異 對就會盡量選擇就是就是兩邊的或者是上下分別的那種字來做測試 沒有問題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這個為什麼要做配耳機 然後不用配耳機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你一定要做配耳機 我們覺得可能我們覺得說配耳機就是有些人其實對於中文字就是 就是程度不一樣就是有些人認識的字就比較多 尤其是就是小時候出去比如說自音自行的可能對於中文字的認識會比較多 然後它對於中文字的熟悉度會比較比較好 就是我們要消除就是它對於中文程度中間的那個差異 就是那種你不一樣的 可以講一下你們的題目是什麼 所以是程度嗎 不是就是顏色 就刚刚那个只是想要消除的便衣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单色跟毒色 就是要消除的便衣 为什么需要做配耳机 就是因为有些 就是某些人天生就是 他短期记忆力可能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就会 记东西会比较快比较迅速 然后那个 有些人就是可能你给他 那个一小端蚊子啊 一手蚊子 他可能要背个半个小时 可能他还都背不出来一句话这样 对 所以他们后来有找出答案来了 是什么 因为个体的记忆力是有差别的 他怕这个个体的记忆力的差别 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实验设计里面 所以请大家再回应一下 我们的配耳机是怎么做的 配耳机的时候做的我们说是什么 我们有两个treatment或是两个population 对不对 有两个treatment或两个population 那以这一个例子来讲 他的两个treatment或两个population 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单色 一个是多色的 这两个treatment 但是呢 你怎么样衡量这两个treatment的效应呢 是怎么有一个反应的一个variable 对不对 反应的这个数值 就是叫做你的response的variable 我们的response的variable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样的 它出来的啊 请问是什么东西 记忆力 对不对 它衡量记忆力的 衡量你的记忆力的 那些数字答对了几个 所以呢 是看它的记忆力对于记忆力的影响 哪一个 这两个有没有差异 但是呢 为什么要做pair t 有一个隐藏的因子会来干扰它 什么隐藏的因子 个别的记忆力啊 个别的差异会干扰这个东西 所以要怎么样 个体的这个 个体的这个记忆力的差别 会干扰到你 我们这个response的variable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就只好把这个个体呢 做成一个pair一个pair 把它控制住了 了解吗 所以才要做pair t啊 假如这个隐藏的因子 不会干扰到我们这个response的variable的时候 那管它的 对不对 何必要去做这个pair t呢 了解吗 所以这个意思表示什么 假如我不做pair t的时候 我有可能是怎么样子 一般的t test是怎么样 我有两个treatment 然后呢 我就random的去找怎么样 我总共是有有20个数据要出来的话 我找了40个同学来 然后怎么办 random的让这边有20个同学来做 这边呢 有20个同学来做这边的 一般的t test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看说 哦 出来的这个数值 跟出来的这个数值呢 它的平均值是怎么样 用这个平均值来衡量 这两个的treatment的效应是怎么样 一般的t test是这样子 但是呢 你想想看 我这个个体 假如运气不好的话 我这抽到的这边的20个人呢 都是呢 记忆力超强 或者是说 20个人里面有15个人记忆力超强 这边呢 只有3个人记忆力超强 那怎么样 诶 说不定这两个呢 这两个根本没有影响 但是你出来的 这个就是远远大于它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来衡量 到底哪一个效应比较好 是用这个来衡量 但是这个能不能真的衡量它 没有啊 因为你这个隐藏的因子 个体的差异 就让这个 这边有15个记忆力很好的人 然后 所以我的YB bar 就自然的大于YB bar 因为这边只有3个记忆力很好的人 了解吗 所以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做出来就是错误的结论啊 因为这边大于它 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两个Treaters不一样 而是怎么样 因为我这个隐藏的因子 在这边干扰 所以呢 为了要把这个 个体的记忆力不同 所造成的这个 它的反应值的 这样子的一个误差呢 我们就把它控制起来 同一个人都去做了 所以呢 假如我这边有15个 是记忆力很强的人 这边呢 也一样有15个 记忆力很强的人 在做这个 同样的实验 所以所谓个体的记忆力差异 就会被消除掉 了解吗 我等于是在把我们 郑柯讲的 又讲的一次 用了你们的例子 那也告诉 接下来要上来的几组 我所说的说 你要去告诉人家说 为什么我这个实验 需要用Treat T 而不是一般的这样的T test 来做 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这样做了以后 就是才是叫做最有机的实验 这个是 这个是实验设计的最根本的 所以你不要哔哩啪啦 一直告诉人家说 我怎么做我怎么做 你要告诉人家说 我是针对这样子的实验设计 所以呢 我做出来是怎么样子 我为什么需要做这样子的实验设计 这个要很清楚的说明给大家知道 了解吗 那么 刚刚 他提的一个问题 大概是跟统计比较没有关系的 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往前面看 前面看 看这一张 看这一张 在这里的时候 你讲了很多 对不对 讲了很多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 与其讲那么多 大家也都听不太懂 你到底怎么做实验的 那假如要在短时间很有效的沟通的话 你就怎么样 有例子出来 你把你的例子拿出来给人家看 所以我的这个单色的是怎么样子 多色的是怎么样子选的 那个例子给大家看 不管是实体的 或是变成在PowerPoint里面的一部分的话 都比你这个直接是这样的描述的话 要反达的这个效率要超很多 这样了解吗 就会比较快速的把你的那个观念 有效的传出去 知道吗 好 对 那刚刚的建议大概是这样 其他里面有什么建议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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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 我们做这个 然后它的结果是想要说 就提供给班上同学 就是大家可能在做笔记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习惯 就跟我 欸 这跟我之前个人报告有点关系啊 就 就可能有人习惯做笔记的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就只有单英颜色一直写 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只有可能自己到期中考 或期末考的时候 要看的时候就 比较不容易或者是 我们想知道就是 你如果在你的笔记上面 多加一些颜色的话 然后笔记看起来比较精美 但是这样对就是 你考前的复习有没有用 好 那你们这种评论 或是指导品 在你的色彩 这样的记忆的 一个影响 就是因为你们重点是放在色彩 跟记忆的影响 所以 像 英文字母ABCD的话 它其实也是字啊 只是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 就是 这么多笔的话 或是每一种字不一样的那种 差异性 嗯 就是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就是 写笔记嘛 但是我们同学大部分写的笔记 大部分都是中文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说 要选中文字这样 好 所以 你 在哪个人有什么意见 他这里提出来的问题 警医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你想要測試的是Response是什麼?記憶力 你想要測試的反應是叫做記憶力 對記憶力的影響 這是你的反應你想要知道的 問題就是說你設計的這個內容 來代表記憶力是不是足夠 還是有其他的因子的干擾出來你的data 你那個所謂記憶力的data 是不是能夠就是完全只表達記憶力 而不是其他的東西 所以譬如說是什麼? 認知的能力 譬如說 欸 作為有人根本就不認識那個字 所以他看到他了以後 他也寫不出來 他也不知道那叫什麼字 所以有看到等於沒看到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就是你剛剛在回答的的時候 我一直問你們的 你們想要測試的是什麼? Response的Variable是什麼東西? 要抓住 所以不是認知的能力 不是認識的能力 而是記憶力 那所以你設計的所有東西 你要想說 我的Variable是不是可以代表記憶力? 而且只有記憶力 其他的干擾要盡量去除掉 所以你做出來的實驗的結果 才有說服力 這樣懂嗎? 了解 所以你在設計一個東西的時候 那個Treatment以外 你的Response variable 到底是要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我們的題目是海之02到04集的 絕對音感和相對音感的差異 然後主緣名單是我 曾鋒婷 然後林寧珍 易潔 帶端 那我們現在就由端開始進行報告 好 我們的第一個前言 我們是 我們當 欣賞音樂的時候 我們判斷的方法 通常有音準 然後音色 演奏技巧 還有音樂性 這些項目 然後但是其中就是音準啊 但是就需要 比較專業的人來判斷 然後所以我們 所以音準就 音準的敏感度就很重要 好 下一頁 然後我們的目的 我們是想要測試每個人 絕對音準和相對音準 然後 根據原理 我們等一下會講原理 然後個體間音準的差異很大 所以我們 本 那個 音準 對 所以我們 就我們要用PairT Test 就是因為 我們要去除那個個體 就 說不定有個 有的人本來就受音樂的訓練很好 所以 對音準就比較好 所以 那一組就可能 那一組可能就 對 就 那個 對音準就比較高 然後 相對音準 然後說不定那 相對音準那一群人可能 就 本身沒有受過音樂系列 所以那個 音準的差那個 敏感度就很低 然後所以我們用PairT Test 好 然後我們原理我們來介紹什麼是相對音準 就 絕對音準 然後 你們可能就 可能覺得 以為絕對音準是 比方說聽這個音它音準不準 就什麼 頻率是四四二之類的 然後 絕對音準的意思是 你 我們假裝 那個 鋼琴上面彈一個音 然後你可以判斷它是D 還是RE還是MI 就這個叫做絕對音準 然後 相對音準 相對音準是指我們 先彈出一個音 然後你可以判斷 直接下來彈的音那個音是哪個音 好 然後我們預期的結果是 有研究顯示大約 每一萬人中才有一個人有絕對音準的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受測者都缺乏絕對音準的能力 所以我們預期在有一個起音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下廁測者能達對的情數會比較多 第二次判斷音準的結果會比較好 嗯 好 接下來是要實驗方法 好 那我要來講實驗方法 那我們取樣就是 我們取樣就是 我們取樣是從 系學會發的那本通訊錄 好 我們有發一本通訊錄 然後我們把02到04級所有學生編號 然後總會140個 然後我們再用ECEL 然後用萬數表取20個 然後我們使用的都就是在iPad裡面的一個軟體 然後我們使用的都就是在iPad裡面的一個軟體 那個 那個 長這樣子的 長這樣子的 就是它有鋼琴鍵 嗯 它有 鋼琴鍵 然後 然後 我們把音域設定在 就是 剛前的中音 都 彈一下 對就是這個都 好 那我們以中音的都 然後往下兩個音的 然後 然後 那 所以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用中音都的那個八度呢 是因為 從 拉的開始是 A 對 那時候覺得從A開始比較方便 所以就從A到G 然後 那這樣總共是有12個E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設計呢 我們有分兩種類型 那我們第一次做的是 就是 絕對音準的測試 那我們會 就是 給受測者10個題目 那 假如說 對不起 東西躲起來 好 就是我們會彈一個音 然後 我們直接 就是我們沒有給資準 就像它這樣 直接彈一個音 然後 我們要受測者 直接把那個音寫下來 那我們 我們總共出了10題 題目在這邊 那 我們列的題目呢 是相對音的測試 那我們 就是一樣有10題 然後我們先彈一個音 然後 告訴受測者 這是什麼音 像這些 這是基準音 那我們會告訴它 這是什麼音 之後呢 再彈一個題目音 然後題目音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題目的方式是 我們一題送了1分 那我們滿分 就是10題 所以10分 那跟答案 只有我插1度音 就是扣2分 那 只要一題 只要插到2度音的話 就是 0分 那為什麼 就是是以1度音來說呢 因為 就是我們原本是 一題要做為10分 然後 就是插1度 然後就扣1分 那我們之後發現 如果說 它插了5度耶 那就其實真的插了很多 那 就是它還是拿不到5分 其實是 不太有意義 就是它 基本上已經沒有那個音感在 所以我們就直接插太多 就是 我們就給它0分了 所以 插1度音就是扣0.5分 這樣介紹 好 那實驗的結果 我要報告的是 實驗結果 那 這是我們的數據 那 就是一個人 然後 提醒音是我們 一開始給它測 絕對音準的地方 就是我們按個音 那 你 就寫你聽到什麼音 那 第二個這邊 就是我們先給你的音 然後 再給你題目 然後 再寫你聽到的是什麼音 那我們總共做了20個 那 那我們 第一個的平均是4.9分 那第二個的平均是5.13分 就看起來是 第二個好像比較高 那 我們的計算過程 我們先假設H0 那 我們的 μD是 μA等到 μB 對於0 那 μA就是我們的絕對音準 那 μB是相對音準 所以我們是認為 我們設 HA μD會小於0 那我們覺得 就是相對音準的分數會比 覺得音準還要高 那 sumption 每個人得到的分數是 normal distribution 那我們的 找到的錯視 錯視者 就是我們用 隨機產生的 那 我們假設alpha是0.05 那 這是 critical region 那 因為我們是 覺得是 嗯 我們覺得 會 UD會小於0 就是HDA會小於0 所以我們的 critical region 是在 這邊 對於 接下來我們算T 那 把我們得到的數據 帶進去之後 會得到 T的A-0.41 那 T的A-0.41 會落在我們剛剛 DF等於19的 T distribution 的 7 region 那 所以我們會接受 H0 然後拒絕HA 那 也就是說 絕對音準 其實和 相對音準的分數 會相同 那我們要解會 放Type2.41 然後我們做結論 有人可以幫我按嗎 然後就是我們在測試 大家的過程中 我們有順便問他們說 是不是有學過樂器或是樂理 然後我們先做有學過樂器的人的討論 那有學過樂器的人啊 他的絕對音準 會比一般人來得高 然後 所以我們推測 常常訓練 也是可以培養成音準的 而且 有學過樂器的人啊 其實絕對音準測試結果啊 會比相對音準高 就是我們覺得說 相對音準的基準音 反而對他們造成一種干擾 第二個是 沒有學過樂器的人 那 沒有學過樂器的人 即使唱歌非常好聽呢 那他的絕對音準測試 可能也沒有辦法標準 也就是說 我們平時聽音樂 所練習的應該是相對音準 而且沒有學過樂器的人啊 相對音準的測試 比絕對音準測試還要高 也就是說 他們的相對音準 通常都會比絕對音準還要來得好 那我們就 推測預期結果 與實驗結果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是 外在環境的影響 因為我們的測試啊 就是非常 需要非常的專心 然後只要有一點點的環境的吵鬧啊 就會影響作大情緒 那我們測試的時候 大部分都在下課時間 所以就難免會有一些 就是環境問題 然後吸引層面影響是因為說 大家大概做到第三題 然後就會突然覺得說 蛤原來我這麼爛 然後就 就 就 就不會寫色 就這樣一路崩潰下去 然後就寫不完 然後寫一張 好 我們根據實驗結果 然後再做一次討論 就是說 海之刃呢 絕對應準跟相對應準 能力其實相同 嗯 但是我們 強者強弱者弱 所以我們讀海之系 也就是說 就是不管強的還是弱的都還是海之系 但是 絕對應準跟相對應準 這並不會造成我們的隔閡 所以 我們把絕對應準當相對應準 是我們在測試 相對應準的時候 亦使用相對應準的能力 就是我們可能是心中那種默想 都 所以 我們把絕對應準當相對應準再測試 然後我們檢討 是我們在測試相對應準的時候 記準應該全部給都 因為那是大家 大家心中的那個音 都 然後海之人在做題目時啊 會更改前面的答案 影響我們最正確的實驗結果 所以我們應該要規定 不可以更改前面的答案 下一頁 現在是工作分配 好 大家看好 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參考資料 然後這是我們的參考來源 謝謝大家 就是他怎麼得到那個應 就是你們是Render的給他的音 還是說 就是你們喜歡按哪個音 就會給他按 你說我們的題目嗎 我們題目是用Render出來的 我想問說 就是你們一度是指插上下半音的一度 還是指完全一度 就是大二度那種一度 算下半音的一度 算下半音的一度 好 不好意思 那那個圖如果有錯的話 那你們的結論還是一樣的嗎 嗯 對 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計算結果就是這樣 好 是這個圖寫錯了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出發 那是 不 那是 你是 你 好 那是 那你跟他說每個人得到的分數為常態分布 對啊 我們的成績是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我們把大家得到大家就是對或錯然後換算成0到10分 所以我們0到10分是我們的數據 0到10分這個分數變成我們的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你不可能直接說你絕對音準在高八度嗎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你的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才會用成成績來計算 可是每個人不會說就是你這樣轉換指數等於 就是他可能那個人很厲害的話 他不是會集中在某一個地 因為他分數應該會很高分或很低分 所以這邊該指說你做出來的受試者 就是可能是他可能絕對應準跟相對應準 他的分布是常態分布吧 就是每個人得到的分數 就是那個哥哥 就是每個人得到 因為把他轉換完之後不是就一個數字嗎 嗯 對 那他為什麼會是常態分布 老師 那邊是我寫的 然後我可能就是 我可能那時候覺得是說 每個人 就是每個人 因為我們有20個分數嘛 然後又覺得這是每一個 就是20個每一個的分數 他都會是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可能是我的中文就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寫出來的意思可能就跟你認知不一樣 那 好 了解 不好意思 OK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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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一再要大家確認的是什麼 Treatment是什麼 你的Response的Variable是什麼 所以這邊在講的Normal Distribution 是你的Response的Variable OK 那問題就是 你的Response的Variable 能不能充分的來表達 或者是充分的來代表你要去測試的那個目的 就像剛剛的那一組講的 就是說 記憶力 什麼叫記憶力 你用的那個Response的Variable 能不能完全表達 就是代表的所謂記憶力的好或壞 或是高或低 那個分數的高低能不能代表記憶力 現在也是一樣 Response的Variable 是Normal Distribution 那它能不能代表的就是音感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那兩個是 有可能因為你的設計而不一樣的 那個是你的目標 你想要知道它的音感怎麼樣 但是你設計出來的那個Variable 能不能完全的代表那一個 你要測試的那個目標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在這裡的話 你那個分數 所以現在寫的分數是對的 問題分數會不會是Normal Distribution 不會啊 分數的話只會到哪裡 0到多少 10之間啊 所以是怎麼樣子 假如Y不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Y bar的話會變成是怎麼樣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呢 N要越大的的時候 Y bar就會變成Normal Distribution 對不對 對 是這樣子的 那我 所以 假如它本身 Y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量讓Y bar的時候 那個N要加大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了 那只是就是說 好了 那我們的N還不知道是多少的的時候 我們盡量要讓它變成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時候 假如它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我們就不必去擔心那個N了 那假如真的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你就怎麼樣 乖乖地 去做實驗的時候 努力一點 勤勞一點 N要加大 這樣懂嗎 好 謝謝你們 欸還是有人還要問問問問 我覺得你們做一個 絕對你們感人相對一感的 這樣可以 啊你說題目的設計嗎 就是我們一開始在說方法的地方 我們從拉到收聲 然後做random 然後取題 目的 就是因為根據我們去上網查原理 一般人的都沒有什麼絕對音感 但是我們的相對的音感都比較好 所以我們又有點懷疑 但又在你相信的態度 所以就做這個測試 請說 就是 唱歌 絕對音感 不是 絕對音感 這些事情應該是說 你彈的音我們會知道是不是愛的音 可是我只是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也不是我不知道那個音 就是你彈的音 我可能知道那個音在那裏 但是我只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因為我沒有學過樂理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不代表說我不知道那個音在那裏 所以不代表我音是不準的 哦 可是 因為我們可以 就是 因為我們 從小應該是有學過樂理 所以就算不會寫 A B C D E 還是會寫 Doremi Fasso的注音 有人不會嗎 舉手 哦 你不會寫Doremi Fasso的注音 那你會寫什麼 哦 注音是什麼 No 就是 O O 不是 而且我 而且我根本 對啊 所以 不是 我根本 而且我根本不了解你的界線在哪裡 就是你 你跟我說明那個 你的那個 哦 你說低音拉到 中音收 然後我就 噢 就這樣 好 那這是我們要改進的地方 應該現在是從中音高到高音 這樣會比較清楚嗎 沒有 它證明有時候音只是不準 哈哈哈 你不要 你不要 他是不是 你的樣子 不是 你不要反彈 他對你很好反彈 那是 唱歌的那一個 唱歌很好聽的那一個 呃 實驗進行可以 呃 建議可以改成是 你談完以後 他按 就是你給他再按同一個音 他覺得是哪一個 這樣子 哦 就是呃 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順著的嘛 你知道哪一個是 Middle C的話 你就會自己 按著 就知道是 Doremi Basso 然後一個一個數的話 就可以免掉 你不知道怎麼記錄這個方法 嗯 那 那就 絕對不太強了 嗯 因為那是 就像記憶了 那個 記憶中的那個音 但是記憶中的那個音 不是絕對音感 啊 你剛剛不是說 那選人 其實應該說 有沒有給你一個音的話 他會不會看 他會不會看 他會看那個音感 對 但是那個 那不是這個音質嗎 對啊 是 有沒有給那個音 那是相對音感 對啊 那 所以這樣子 那怎麼 你 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 按了第一個音以後 因為有 以那個作為參考的關係 所以 以後的那些 都叫做相對音準 是這樣子嗎 對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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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驗本來就避免不到 覺得 覺得 假如說 假如你沒有 iPad 先按個兜 不要讓他看到 然後就給他按 問是哪個音 這也是結對音準 只要不看到 折 所以就是 他要怎麼去 那個 所以他是 這樣他就變了 他要去 試很多個音 不會 你只有一個機會 你按 按對就按對 按錯就按錯 如果他真的不會的話 就不會 等一下 就是 如果我知道那是 都 然後 我有辦法在鋼琴上 一次就按對那是 都 那那個人會顯露出 那個是 都嗎 對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按哪一招吧 所以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給他一個 給他知道 哪一個 按鈕是 Middle C 然後從那個開始 你自己 reference refer to you the not 對 然後所以 你本來就是 我們從那個 聽得到的那個 而不是用 是的方式來等 這樣 應該說 就是 我們測試 其實一開始是想要 測 大家絕對音準 就是 發自內心心裡面 唱出的歌的那個 感覺 所以我們 並不需要 就是給他們一個音以後 然後讓他們再彈 而是我們想要知道 他們心裡那個音 到底是對到的是什麼音 所以我們想要想要直接寫下來 就是我覺得 就你們所謂的那個 絕對音準在測試的時候 你彈一個音 然後一般沒有絕對音準 然後又沒有受過音樂訓練的人 他會自己在心裡面 默起一個基準音 然後順上去 然後這樣 就是一個相對音 就是 沒有發出場 就是 那這個就變成 區別就是 你們給基準 和沒有給基準的 相對音準的測試 沒有絕對音準 嗯 絕對音準 好 就是今天 好 我聽到一個音 那我只有聽到那個音 我沒有做實體 我聽到那個音 我還是有可能用心中的 那個兜 去推斷那個音 你意思是 你心中有一個兜啊 對 但是我沒有告訴他 就是沒有人告訴我基準 但是在我心裡面的 但是 我們做的第二個 是有給 一個是有給 一個是沒有給 那 那 絕對 對 就是 絕對是在你心裡面的 你要怎麼相對 你都沒有關係啊 他心中的那個兜 不一定是 就是 絕對音準裡面的那個兜啊 他相對 他心中那個兜 就是 我們所謂絕對的兜 就是因為是發出 我們戲裡面 自己去定那個兜 然後 如果你說 相對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針對 有學過月裡 剛起 就是我們常常在按那個兜 間 所以我們會知道 那個兜在哪裡 而我們能自己找出來 那才是從相對的 程度開始建立起來 那如果沒有學過月裡 那如果沒有學過月裡 只是 請問是從相對的 各位有學過月裡的 然後那把月裡的 跟我們用的 什麼也不會的時候,通通都很難 你給他鋼琴要上去找,他也找不到那個介名,好不好 你要他寫出來,他也寫不出來 但是確實沒有錯,他說不定真的有絕對陰準 只是沒有被訓練起來而已 他沒辦法表達而已啊 說不定啊,你不能否認這樣子的存在嘛,對不對 他要為自己平凡啊,我們也為他講一些話 所以真的是有這樣的落差,大家在設計實驗的時候要有這種States 就是說我所採用的Response Variable 是不是真的能夠完全表達我要測試的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能夠表達,而且呢,不受其他因子的來干擾我這個Response Variable 所以那個實驗設計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個實驗設計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Response Variable是用什麼的東西來做 OK,好 好 問他 問他 應該是 你要用絕對一個非常熟的那個差異吧 可是,你這裡的結論全部都是 就是個體差異啊 就是我合約器,然後問他們去合約器 所以你要去PDAX 結論應該是 你說的是討論還是結論 那個是結論 就是,欸應該說是討論啦 我們自己就是討論在,就是多做的 所以你要問的問題是 這個地方,我們把討論跟結論起來在一起 這個地方,我們把討論跟結論起來在一起 他覺得,覺得英準不一般搞 他可把,就是跟什麼做相對一種不同的關係 我覺得你... 嗯... 為什麼沒有分開啊 應該說我們在做數據整理的時候 然後我們發現 欸,有學過樂器的絕對音準 算出來的成績比一般人高 是不是這樣 你看你的數據 發... 原來原始數據 然後刷一個範 然後刷一個範 你下那個結論以後 你看 你不用做相對音準 你也知道就是 1號他有學過音樂 然後... 呵呵 助理,20號 應該不是相檢之後 嗯... 那你覺得 6號有沒有學過鋼琴 嗯... 6號有沒有學過鋼琴 不這樣 那種意思 你不需要 你都這樣擁作 從右邊那個念念 也可以得到你鋼琴琴 就是有學過 有學過很想樂器的 他想贏的 絕對音樂的高 喔,你是說我那個結論是多餘的 喔 沒有啦 那只是我自己 就是 在確定一次而已 所以我把它打出來 如果你要想像這個節目的話 應該是說把 學過樂器的 寫下來的書 做一個 噢... 喔... 蛤... 等一下,很好的建議 對不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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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其實看你的書具 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 他有學過音樂的人 他這兩個都很高 根本都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然後沒學過音樂的人 都很低啊 他這個都是美低 這個高這個也高 難怪做出來兩個都沒有學出的差異 其實不管啊 也就是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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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音準 跟絕對音準 這兩個呢 其實沒有 根本就是在於 各體之間的 人化的差異 都很大 所以一做出來的時候 根本都是... 就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 完全靠 那部分要再做修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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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要做的目的嗎 我們一開始要做的目的嗎 請看目的 嗯 哦 就說我們... 嗯 嗯 嗯 對 我們只是在稍作討論 好